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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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個因為影片太短 大概只有十分鐘 所以我這邊也稍微講一下 這2022年 第三次的第29題 就是原來已經有一個投資組合 它Delta是0 然後那Gamma是100 然後目前呢就是要利用這個 選擇權 來做B選 然後讓它最後的結果就是Delta等於0 Gamma等於0 那這題答案呢我已經就是 寫在 講義如果你們要看自己去下載 我沒發給你們 我寫好了我放在網路 那這題的話呢就是 你就是做一個表 就會比較清楚 我這邊編號就是在這邊 就是這一個 最後的算出來的結果 就是 SC就是C會等於500 就是說賣 賣500單位的選擇權 然後買75單位的 期貨 原來都是這樣子 然後就是投資組合 我這邊算的時候 你就是說它只有一個單位 一個單位 然後Delta是0 因為它是Delta中立 然後Gamma是100 那現在呢有期貨 期貨的Delta是1 Gamma是0 還有一個選擇權 題目解的條件 這個選擇權的Delta是0.15 Gamma是0.2 然後呢你把這個組合起來 它的Delta就是0 然後再加上S加上0.15C 另外一個就是100 然後再加上0.2C 100加上0.2C要等於0 所以我們就知道 0.7就是-500 然後S呢 只要帶進來 S的話就是75 所以這一題答案就是 買75單位的提貨 賣500單位的選擇權 所以回來看這個題目 題目就在這邊 就是這個 20 這是哪一年 我看一下2022年第三次 是賣500單位的買權 然後呢買75單位的 該股要集貨 2022年第三次 好 那我們現在呢 第三次的 剛剛是講2022年第三次的第29題 接下來講一下2021年 第一次的第15題 好 這是第15題 就是說 考慮有一個股票 就是它叫做SYE的買權 那個我們已經賣出一個月 就是說已經賣出這個買權 買權 欸 這個觀念 選擇權 買買權 賣買權 買賣權 買賣權 賣賣權 哪一個風險最大 嘿 當時賣方 是賣買權還是賣賣權風險最大 哪一個 賣扣跟賣扣哪一個風險比較大 啊 以前都說賣賣權啊 錯啊 是買權啊 買權可能漲幾十倍啊 最經典的案例啊 很多啊 被嘎 就被人家嘎 嘎死啊 被嘎死啊 因為 你買賣權的話 譬如說 取月價是100 你就是損失100而已嘛 100塊 好損失100而已 可是呢 漲呢 100可能漲到1000啊 你賠是賠900啊 不是賠100啊 所以這個賣這個買權啊 他要避典啊 然後呢 他是 這一個 這一個履約價是60 欸 這個是履約價60 他要利用另外一個選擇權來避典 好 這個履約價是67.5啊 然後已經有這些 那個資料了啊 就是那個67.5的那個 欸 Delta是0.546021啊 然後他的伽馬是0.007051啊 那我現在呢 就是要利用啊 利用這一個啊 利用這一個啊 利用這一個買權啊 因為你是 你原來是賣 那我現在要怎麼辦 買 所以這答案啊 欸 這題答案你就知道 ABCD至少你猜的時候 要猜什麼 都是買齁 至少他沒有不好猜齁 因為全部都是買齁 你賣了之後 你要避典就是買齁 那這一題呢 你就是給他建構一個齁 連立方程式齁 在這邊齁 我已經寫了齁 欸 原來 原來的部位 我說因為你是-1 因為你原來是賣齁 賣一個買權 然後呢 現在我要利用這一個 另外不同體約價齁 這可能是什麼 另外一個 好 欸 這邊用到最多 這種東西用到最多 是用在哪裡 就證券商 他發行權證 我發行權證 我當賣發 那我為了要避典呢 有另外一家證券商 他是更大 他發行的權證跟我類似 而且呢 他幹嘛 他銷路銷得很好 那你就考慮跟他買 也是當客戶 為什麼 因為我賠錢他也賠錢 我賺錢他也賺錢 那我現在就跟他對座 而且如果他的銷售量很大的話 那你就可以利用他來避典 那我現在呢 就是去買 買另外一家證券商 他的那個買權 就是那個認購權證 給他買西郎位 那另外呢 你也要去買 買這家公司的股票 直接就買股票 股票的delta是1 然後γ是0 然後你就是把它組合起來 組合成你的delta 變成什麼 負的0.715780 然後再加上C 0.546021加C 然後再加上S 那另外一個方程式也是這樣子 然後呢 你先解這個γ這個方程式 解出來C會等於0.8559 然後呢 解出來之後 然後再套進來 這邊 所以S就這麼多 所以你算出來的結果有沒有 S是0.248 然後呢 0.8559 在這邊 S是0.2486006 0.2486006 跟0.8559 所以這答案就是 答案就是豬 欸 這題 答案就是D 這個答案 答案就是D 那這題的話呢 就是2021年 第一次考試的第15題 那題